为了持续保存也展现花莲市的丰富历史文化 花莲市立图书馆从6月份开始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老照片征集活动 邀请专家学者担任评审委员 最终选出了60张老照片 分为十一住行四大主题 呈现出花莲市往昔风貌 让后人窥见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 我们这次就是以十一住行为主题 为了持续保存并展现花莲市的丰富历史文化 花莲市公所相继在发表带你回花莲之后 市立图书馆也从6月份开始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老照片征集活动 邀请到三位在地文化工作者 分别是黄家荣老师 叶博强老师 王维志老师 在收集到的100多张照片中 以十一住行为主题 最终挑选出60张老照片 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些遗珠之憾 那不过这60张呢 算是这100多张里面 我们三位老师 一致认为就是说 最经典的一些老照片这样 是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期盼就是说 有这个机会的话 那我们会再补足 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 只有十一住行而已 那还少了预乐的部分 那关于这预乐部分 相信会更精彩 那通过这个回忆呢 其实可以勾起更多人 对家乡的一种认同 还有就是说 让小朋友啊 然后后代子孙 可以从这些老照片 还有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的一个老照片的回忆 可以再去了解到 过去的花莲的一个历史 然后 重新去建立属于我们花莲的一个认同感 座谈会中除了学着情职道场分享花莲的历史脉络 也邀请到提供照片的民众分享当时的背景故事 让大众对于这座城市有更深入的了解 看小朋友一起去照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在暑假 那我想说 比较附近的地方啊 我就对这个方面都很 那其实原则上 在那个时代 我们相机都非常的珍贵 那其实真的希望收集到这些照片 能够给现在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 那就像我们花莲市的车站 从花莲市移到我们的国联这一个区域 那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不太了解 那也希望透过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很多的照片 能够让未来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 市长维嘉燕表示 老照片征集活动将会成为 花莲市文化的重要一环 而施工所也会持续肩负 保存历史的责任 同时期盼有更多市民朋友加入 共同守护花莲的文化底蕴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